五十五歲的翁靜靜 前陣子就公布和何彪去年年底 已以佛教儀式結婚的消息 這日他們就在香港的聖約翰座堂補辦婚禮 兩方的好友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香港退五軍人協會代表都有到場 何東中學還出了合唱團坐陣 不過陰靜靜的兩個女兒就沒有到場 因為我們上次在外國結婚的時候 根據佛教儀式結婚的時候 已經是所有親人都到了 今次主要是聘請何悠彪先生的朋友 只有很少是我的朋友 今天6月8日是何鴻章先生的生日 所以他為了紀念他爸爸 特意今天行禮 婚禮前夕翁靜靜先發現保管商的飾物不易而非 幸好多得老公幫忙將來 利日一樣閃亮亮的行禮 你們有否在那裡摺著花球 摺著花球 你看到我現在帶著的東西很漂亮 所有的東西都會全部捐出去 我們因為自己本身沒有弟弟哥 我和她也不會有 我兩個女兒也說了 不會拿別人家的錢 所以比較逐些 但是我覺得最好就是 我們已經有這樣的議員 把所有的東西都捐出去做慈善 令到大家可以得益 至於捐給誰 我們到時就會公佈 但不會剩任何東西給下一代 所有的新外物都不屬於我們的 來不帶來走不帶走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一切 對我來說不是任何東西 我覺得給到一些有用的人的手上 才是真的有用的